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民倒是有个主意 不如叫刑部把他给抓起来 他放在刑部手里 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刑部 刑部现在是自身难保 刑部手里就好 明白了 可是要是出了事情 可就无法挽回 难道这件事情 就与开大人无关吗 当然有关 不过本官已经陷得太深了 我不想一错再错 你把本官叫到这儿来 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开大人 开大人 您可不能撒手不管 小民约见大人是为了表明心计 小民愿意把自己家产的一半折成白银三十万两 不想献给大人 以表达小民的感谢之情 你真有此心 曾经可见 小民在东郊有一仓库 可以立刻提赴白银 地点由大人指定 这还像句话 你也知道 本官并非贪财之人 事已至此 意味贪财又有何意 不过 凡事总得讲个合情合理 上一次 我收你白银两万两 帮你留下了儿子的一条命 是 这回 你是 是 让我拿着全家的姓名做敌 三十万两 不能算多 是 是 钱财 乃身外之物 正是 小民就是想表达 与大人的同舟共济之意呀 你家门前 有独察院的人监尸吗 不知道 不过小民一直派人盯着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那个狐林 打算一走了之 是 这个人不能留着 得马上除掉他 小民也是这个意思 狐林 开门 开门哪 撞开 没有 李大人 久大人 为何破门而入啊 噢 我们 我们来找狐林 找他做什么 这 他应该在狱中值班 可是 他 他没来 是 他来不了了 这是为何 狐林畏罪潜逃 我们已将其拘捕 奇怪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他们可能一直在跟踪狐林 狐林真的被抓了 他们是这么说的 既然已经抓到了 还待在那干什么 等谁 那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是 只要狐林被抓 那就坏大事了 你想 他身上带着三百两金子 还有从玉里翻来的那些银钱 他能说得清楚这些钱从哪来的吗 是啊 万一他落到寒衣可手里 他经不住大刑什么都说了呢 混账东西 他都知道些什么 他说他知道薛强外逃 而且是逃往常州 这还不够呛吗 这都是空口无凭 怎么空口无凭啊 他身上的三百两金子 是从薛世明家里敲诈来的 薛世明凭什么给他 是啊 可这如何是好的 说不定现在呀 韩衣可已经派人到常州去抓薛强了 开大人 你赶快拿个主意吧开大人 你慌什么 依我看 狐林未见得已经被抓住了 其一 狐林是个光棍 他们待在狐林家 还把门插上 等谁 等我们的人去 不是没有可能 其二 如果他们抓到了狐林 应该马上去抓薛世明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开大人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不要慌 但是要有所准备 即便他们没有抓到狐林 他们也会继续派人去抓 而且可能很快就会抓到 所以我们要有所准备 开大人 真是触变不惊啊 记住 有些事情没等你想到 它就发生了 经有什么用 能顶的就得顶 至于顶得住顶不住 那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开大人 我们听您的 是 刘世明 很可能会承认被狐林敲诈 理由他自己会想 但是 他绝不会承认薛强还活着 至于棺材里 躺着的到底是不是薛强 谁也无法确认 所以 只要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找不到薛强这个人 这件事情 就没可了解 开大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 到了该除掉薛强的时候 正是 一旦狐林被抓 他们马上会到长州去抓薛强 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 这就有希望 因为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薛强到底藏在长州什么地方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啊 所以 必须立刻查清 薛强在长州的藏身之处 可是他不会跟我们说呀 他不说也得说 父皇 陛下 有人发现 薛强被人叫到刑部去了 是吗 陛下 微臣认为应当阻止薛强与开计会面 有可能有重大嫌疑 狐林还没抓到吗 还没有 不过 微臣以为抓到狐林乃迟早的事情 狐林有可能前往薛宅敲诈 而薛世明则有可能给予他贿赂 既然如此 薛强之案必有内情 现在正是不安的最佳时机啊 父皇 儿臣提议应当立即拘捕薛世明 靠问真相 好 立即拘捕薛世明 遵旨 且慢 陛下 何必如此之急呢 朕已经看明白了 对于此案 还是猫抓老鼠的好 先抓狐林 好 微臣明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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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报 凯大人 我儿在长州十分安全 绝不会被人找到住处 请大人放心 放心 一旦狐林被抓 他马上就会供出 薛强藏在长州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我儿在长州的住处 难道知道 他在长州还不够吗 只要皇帝陛下一声令下 所有的捕快军士 就会将长州挖地三尺 害怕找不出个薛强呢 更何况 他无非也就是藏在亲朋好友家中 开大人和王大人所言即是 那我马上派人通知我儿 让他换个住处 难道你以为你派去的人 不会受到跟踪 我儿在家中 告诉你 就连你现在到刑部来 都逃不脱督察院的监视 那开大人的意思是 开大人决定 由刑部派专员到长州 让你家公子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倒是好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我觉得如果生人去 恐怕见不到我儿啊 怎么 你难道还怀疑开大人的用意 不 不 绝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呀 这件事情派家里人去办 比较顺理成账 我费了这么大的周折 不就是要保住我儿子的一条命吗 请各位大人放心 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只怕 你没有把事情办好的能力 开大人何出此言呢 难道你还不明白 现在已是危在旦夕 你以为皇上还蒙在鼓里 你以为皇上迟迟不肯动手 是出于好心 说不定 韩义可已经抓到了狐林 并且已经派人前往常州 一旦薛强被抓 你我谁能逃得掉 看来我不能在此地久待了 我要回去安排这件事情 以我的能力 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绝不牵连到各位大人 站住 不说出个所以然来 你休想出的子门 开大人还有什么事情 要对小民吩咐 看来你对刑部 还是放心不下呀 开大人 小民绝无此意 请大人谅解 这件事情 如果我不亲自去做 心里不踏实啊 不管怎样 我不想再麻烦刑部了 出现任何事情 我一个人承担 绝不牵连到刑部 来人 在 开大人 下午的事情 我可是都已经办妥了 我做事情从来都是信守承诺 让大人也要信守承诺 同舟共计 况且 我在朝廷里 也不只是认识 开大人一个人哪 之前的事情 那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只剩一件 说出薛强的去处 本官相信 我相信这样对你对大家都有好处 东星 你是护霖 我 我不是啊 走 你到底是说不说 你们这些贪官 亲手不如啊 亲手不如 继续 这些贪官 凯大人 怎么样 刚动两下他就昏死过去了 如果再打恐怕 他招了没有 没有 解下来 给他收拾一下 我马上就过来 棘子 汉大人 苦林已经抓到 正在押解之中 好 另外大听到不是很确切 说是薛世民在刑部受到拷打 也不知道他们问什么 总不会问薛强到底死没死吧 如果真是这样 他们就是狗急跳墙了 暂时不用 等等看吧 狐林一到 马上提神 是 好一点没有 这还没有对你动真心 我知道 你是个明白人 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所以想和你再好好谈一谈 要是还想不通 那再接着动行 这回可就要动真格的了 人哪 手刑的时候 脑子是不清楚的 所以 我给你一点工夫 缓一缓 喘口气 再好好想想 我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别忘了 我们是刑部的人 刑部的人动起刑来 没有人能比我们更在行 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你又何必想不开受这个罪呢 凯大人对你还是很尊重的 不是因为情形紧迫 怎么会出此下策 你想想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说不定狐林已经被抓 督察院的人已经在去长州的路上 也说不定皇上已经派人去查抄你的府宅了 府宅被抄了 你怎么派人去长州办事啊 你怎么派人去长州办事啊 师兄啊 你世上的事什么都明白 怎么就算不过来这个账呢 啊 正是因为明白了世上的事 我才明白了你们安的什么心 什么心啊 你们知道了地方 就要去害他 怎么会呢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难怪 你们太毒了 对我下这样的毒手 我给你们的钱财还少吗 你说 你给我们多少钱 肯让我们拿命来换 你得清楚 我们都是为了你才落到这步田地的 难道你们就不是为了自己 不为了钱财 你们谁能帮我 我们是一手钱一手货 谁也别说谁为了谁 你错了 薛世明 我告诉你 我们不光是一手钱一手货的事情 应该说不管到什么时候 你的小命都赚在我们手里 光有钱有什么用 只要我们高兴 随便找个茬把你抓起来 就可以把你搞得倾家荡产 我们现在手里的钱是没你的多 但是我们还不是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 所以 你别拿钱跟我说事 好歹我的钱是我自己挣的 你们的钱算什么 哪一笔是挣咯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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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搅和这事了 盛名啊 我们拿你当朋友才跟你商量事的 现在一刻都不能耽误 你把薛强的去处说出来 我们马上去通知他 另外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还有人保护他 你看对你多好啊 你应该求之不得吧 没动刑还好 现在动了刑我算是听出来了 你们哪里是保护他呀 你们是想杀人灭狗 因为你们知道只要我儿子活着 就有人找他 找到了他你们就都完了 所以你们才不让我来做这个事情 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你们家已经被监视了 派不出人来了 只要你们把我放了 我想办法 我把我儿子安排好了 你们就没有事情了 为什么不让我这样 现在已经是关键时刻了 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 这种事情我们是内行 只有我们派人去办 才有可能会办成 你懂吗 我们可以向你保证 我们绝对不会伤害 你儿子的性命 你可以想想 如果我们害了他 得罪了你 我们就不想后果吗 如果你一怒之下 把我们告到朝廷 我们还有活路吗 是这个道理吧 王大人已经说得太明白了 现在 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 谁都跑不了 你赶紧说出薛强的去处吧 我们马上派人去办 再这样耗下去 咱们都得死 你们不必劝了 我已经想好了 胡林只知道我儿子在长州 可是并不知道他具体的地方 我们薛家除了我 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儿子在哪儿 寒义可也不一定会找到他 你不是说好吗 那就好吧 好 后来也许还有希望 我要是告诉了你们地方 就等于把我自己的儿子交给了你们 我更不放心 行 既然你想好了 你就别后悔 在刑部动起刑来 我还没见过有谁能受得了 除非你不想活了 总之 今天我一定要个结果 我等着上大行 我等着去死 我老了 我活够了 薛强是我的独生子 我宁可自己死了 我也要给他留一条活路 你给我老实点 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 我没什么可招的了 大行伺候 走 大人 我说我说 慢着 给我 快 bzw ikke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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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个金子 我是从薛世明那儿要来的 他为什么给你 因为 因为他怕我呀 他知道 是我所用黄建民告的状 所以呀 我要多少他就给多少 你知道他儿子并没有死 不不不 我也是猜的 那狱里边有命令 只准在自己管的监号里边 不许到别人管在监号里边乱串 所以啊 我没看到薛强活着 也没看到他死 那你根据什么挑动黄建民告状 不光是我呀 当时狱里边好多狱族 都怀疑薛强是假死 因为薛强在狱里边 待遇最好了 自己住一个担间 隔三差五他们家就过来 给他送吃的用的 那御医对他也特别好 隔两天就过来看看他 他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 那当时就治好了 所以呀 一说薛强死了 我们私下里边就议论 肯定是薛强是银子了 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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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强就能给你那么多钱 我估计啊 他是害怕了 害怕我再生试端 就花钱免灾呗 我知道朝廷也怀疑他 前天还派兵搜他们家了 我想趁这个劲儿 我炸他 看他心里边有没有鬼 我这一炸 还真炸出来了 你没有真凭实据 他们就给你三百两黄金 是啊 我 我也纳闷啊 本来啊 我就是想 炸点零花钱 可是我琢磨着 你说我多委屈啊 就他这个案子 让我受了多少罪啊 反正他们家有的是钱 那就该贴护贴护小人 于是啊 我就狮子大开口 我要他五百两 最后他给了我三百两 那你跑什么 我 我跑 我跑是因为我害怕啊 万一他哪天琢磨过味儿来 找我算账怎么办 大人啊 我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一派胡言 此事也简单 把薛世明传来 看看你们所说的对得上对不上 在他没来之前呢 对你嘛 先大行动着 是 走 走 大人 我说 我真说 大人 你们两个 下去吧 是 走 就别走 fueled 请 薛世明 我告诉你 胡林已经被抓了 正在押往京城受审 落到了韩奕可的手里 你们二人厄运难逃了 懂吗 我问你 你我之间的事 还有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 包括薛强 我做事一向是守口如瓶 从来没有跟他提过开大人 说出去 对你没什么好处 跟你挑明了吧 我们之所以要找到薛强 不为别的 就是要除掉他 来了他 让他永远不能在这个世上露面 这么说 你该相信了吧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会这么想 那好 说吧 说吧 薛强藏在哪里 虎毒不食子啊 我怎么会把自己亲生的儿子交给你们呢 为什么不呢 我这样做无异于是我自己亲手掐死了儿子 我就是要让你自己亲手掐死他 告诉你吧 狐狸一旦被抓 他扛不住任何刑法 这个我们已经试过一次了 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他把事情说出去 你有办法阻止吗 有办法 关于薛强出狱的事 他不明真相 而且也拿不出什么证据 可是 他知道薛强逃往常州 这一点就足够了 薛强迟早会被抓住 难道 你真的要等到那一天吗 听天有命吧 到了那个时候 薛强还是难逃一死 不但他死 你也得死 你们全家都得死 而且还要终灭你的九族 你的家产将全部被查朝莫关 你会死得很惨 你是知道皇上脾气的 他会让你受尽一切者 他会让你受尽一切者 抽你的筋 把你的皮 剁手 剁脚 挽膝盖 然后凌迟出死 以戒后人 这些 你都前前后后地想过吗 真到了那天 我说的这些 一样都逃不掉 他们抓住了狐林 一切都完了 还没到那一步 本官之所以肯坐下来跟你谈一谈 这些人 就是寒心村一丝侥幸 否则 我为什么不逃 起码我可以去自首 以减轻罪责 保全我家人的性命 我真佩服开大人 还能这样的冷静 难道你还抱有希望 那是自然 头一子 黄杰民几乎 皇上下令开关验尸 第二次 袁佩瑶几乎 皇上下令查抄了你的家 两次都很危险 可是 凭着本官的冷静 两次不都化险为夷了吗 这一次 也还没到山穷水进的时候 难道除去我的儿子 你就能躲过杀人之祸 除掉薛强便没了证据 一切都无法做事 那是你自己想的好 如果皇上下令审讯京师大狱的人 刑部的人 我的那些家人 如果自以重刑 那些个知情者个个都可能照顾 我看不然 大狱之中的知情者皆为受贿之人 受贿之数量难逃一死 刑部也不例外 我看不见了 如果他们知道再也找不到薛强 谁肯轻易照顾 至于你的家人 为了保全你的家族 同样不会轻易照顾 我家的那些仆人都很难靠得住 薛强在家里住了数月 人人都可以作证 那又如何 言行拷问之下出故 空口无凭 皇上也无法定案 此案的关键在于 谁说薛强还活着 谁就必须把薛强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否则 只要你我二人一口咬定 关中之时即位薛强 赌察院 又能奈何于谁人 更何况 本官乃是刑部尚书 凭本人的三寸不烂之蛇 便能抵挡一阵子 再说 你我朝中皆有势力 到时候他们纷纷起来为我们说话 怎见得皇上就不肯就泼下驴 可是狐林已经招了呀 招了又有何用 他可曾见过薛强 他说薛强逃往长州 只要长州找不到薛强 皇上便会认为他信口雌黄 到头来 说不定连他自己 都觉得他听错了 到那时候他百口难辨 事情便有了转机 此乃唯一之希望 不认识 不认识 胡林招供 他那日前往薛家敲诈之时 正遇见薛强从家中逃出 并听他说前往长州 此日他又以此为要挟 逼迫薛世明拿出三百两黄金玉塔 长州 正是 他到了长州他能藏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尚不得而知 是 马上派人到长州尽快把他抓到 遵命 好好想想吧 薛强死 死一个 否则 死的是你们全家 杀人抵命 难道薛强他不该死吗 像他这样担惊受怕的活在世上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开大人 我可以告诉你薛强陷在何处 你可以派人帮他换个地方 可是你无论如何不能伤害他呀 你一定要把他待在什么地方告诉我 不然我绝不答应 你告诉我他的去处 我派人把他干掉 没有商量的余地 开大人哪 我把半个家产都给了你呀 你便是把全部家产都给了本官 一旦事发本官又能得到几分 我最后一次问你 说还是不说 你要是不说 我先把你杀了 然后本官亲自到长州去抓薛强 说还是不说 我说 我的唐兄薛仁辉是长州的同志 是 你把他藏在薛仁辉家里了 是 你为什么不早说 他那里能藏得住人吗 韩一客带人到了长州 头一个就是要到他家里去查 赶快写信 让薛仁辉把薛强交给来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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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到了长州又将如何 先把长门守住 要调查薛家在长州的亲友 如果还找不到人 就把薛强的画像掌贴四处 是他无处遁刑 会不会有人通风报信呢 未必来得及吧 上马 杨大人 只怕督察院的人已经赶在我们前面了 那未必 他们只是到长州对不对 开大人居然是薛世明出卖了自己的儿子 他不会是骗我们吧 不会的 人到了这时候谁不会自己着想啊 上马 出发 来 老爷 您慢点 老爷 您总算回来了 慢点 老爷 老爷 我真担心 他们不会放你回来的 他们是披着人皮的狼啊 禽兽不如 他们逼着我 说出强儿的去处 那 那您告诉他们了 老爷 老爷 那您怎么能告诉他们的 我 我不是人哪 我 我真没想到 会是这样 那 强儿不死 这件事情确实就没个完哪 您要是这样说 就不用埋怨小人 弃主而去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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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递 穆她 神ם 梦也甘甜 梦也苦老 难说难见 难色难广 白阳人生千种平家 爱卡帝 美人不知人自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可喜可憐可悲的大木落下 辉煌不再 面容洗净千花 泪花残煙雪 冷冷的滴桑 写下诗诗 该写的话 该写的话 哦 梦也有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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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